哈喽,大家好,我是杨景华 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是我的 夫妻之道 爱情故事 好,我必须首先先承认 我是一个极度喜欢轰轰烈烈的爱情的人 所以我在前面的几段感情里面 也确实如愿地轰轰烈烈 但也充满了伤痕累累 但其实我到现在 对之前的感情都抱持着感谢 真的是感谢 因为如果没有那些经历的话 或许就没有现在在爱情里面 或者是一段关系里面的杨景华 先来讲我的先生好了 我的先生其实他是 如果我早在十年前 其实我有对我先生说过啦 如果早在十年前我们相遇的话 或许我们是不会在一起的 因为我的先生他是一个非常的简单 稳定 脾气 好好的好好先生 可能那时候对我来讲 我就觉得 这个人 就是一个好人 然后就不会再去多想些什么了 但是现在的我 看到他 我记得我们在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2016年的时候 然后 记得有一天那个晚上 我们早上起来 床上 他突然从后面抱着我 之后我就哭了 我哭的原因 他就问我为什么 我跟他说 因为 我说原来被爱的感觉 是这种感觉 但他只是轻轻地抱着我 然后我就觉得 哦 原来被保护 被爱的感觉是这样 可能以前在感情里面 我扮演 保护别人 跟爱别人的这一个角色 居多 所以其实 当对方没有 feedback回来的时候 其实会觉得 有点辛苦 那但是因为我也是一个 我不会因为 我现在也不会因为之前付出 然后 现在的关系我就不付出 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 喜欢感情之间是有互动的 然后只是因为 刚刚好现在 我跟我先生的状况就是这样 他也是喜欢付出的 那我也是喜欢付出的 所以我们是 在一个对等的交流上面上 一起在生活 对 那 但现在原来 我才知道我最喜欢的 最需要的就是 就是这种平凡简单的 爱情生活 当然我们之间 现在 我在他身上也学了很多 就是 沟通 尊重 聆听 这些是我在他身上 我看到他 活生生的 摆在我面前 从一开始 在一起的时候 到现在 都没有改变 不会因为结婚而改变的 然后这个是 是让我觉得很 佩服他的 因为我觉得 夫妻之间 最重要的就是 沟通跟聆听 还有尊重 就是三 对我来讲 这三大要点 还蛮重要的 婚姻里面 最幸福的时刻 就是 就是简单跟平凡 但是这个简单跟平凡 里面 你自己可以去制造 一些些的 两个人之间的 默契跟火花 这是只有 你们两个人之间 去要 必须要去 营造 营造的 你可以感受到 对方 无论你做任何的事情 他会永远的 把你放在心上 还有 无论你做什么的事情 他是无条件的 支持你 对我来讲 这个是 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其实 会有很多人 会做不到 因为大部分人 都会觉得 先以他自己 为中心为主 但是 婚姻里面 其实 你多了一个半 你也要把那个人 放在你的心上 其实我是一个 喜欢 一群人的 或者是 像我喜欢跟朋友 我不是 我不是很喜欢 当独行侠的 所以我从以前 就是很喜欢 一群人 或者是 有多一个人 当然我现在 如果结婚的话 这个半 对我来讲 是很好的半的话 我当然是觉得 是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 当然两个人 相处 久了 而且是每天 朝夕相处的话 确实可能 会有摩擦 但是我觉得 像我跟我先生 的摩擦 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少 但也是会有 但是我们有摩擦的时候 我们都会先彼此冷静 冷静完之后 我们再 我所谓冷静是因为 你要先把自己的情绪 先消化 然后 再 好好出来的 坐下来 两个人 去讲说 为什么我觉得 怎么样 哪里不舒服 什么什么什么的 心情上 什么什么的 然后我觉得 这件事情 应该怎么样 是用沟通的方式 多了一个人 对我来讲 也是好的 我觉得是互相成长 因为 如果有一个人 是跟你一起 在往成长的道路上 让你成为更好的人 那你当然也要 成为他 让他成为更好的人 的那个道路上的话 我觉得 有两个人 这样子一起走 同行 挺好的 所以我现在都会 称我的先生 为同班同学 他就像我 坐在我隔壁桌的 那个男生一样 就是我们可能考试了 我们要一起考 然后我们中午吃饭了 放饭了 我们就一起去说 什么地方 中期好吃 然后比如说 在讨论课题的时候 觉得 这课 我们一定会有 不同意见的时候 可是可以拿出来 互相讨论 那这个课题 就像我们的 遇到人生的问题的时候 是一样的 觉得就是变得 心更柔软了 的心更柔软的意思就是 看了很多事情 就像我讲的 前面有讲的 我也再也不 不害怕 做错事情 然后 也不恐惧 真的失去了什么 因为我先生 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因为他觉得 很多的事情 他没有那么的严重 可是其实我以前 会把它想得很严重 但其实在他的观点来看 其实真的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 我反而在他身上 有学到很多的 开朗吧 然后放宽心 然后让自己更自在 然后心更柔软 夫妻之间能够 一起学习 一起成长 是最重要的事情 对 对我来讲 夫妻最重要的事就是 能够一起往 同个方向前进 然后在这条道路上 可以手牵手互相扶持 这是最最最最重要的事 我先生他是一个 大家外表上看起来 就是很文之彬彬 然后温温和和 然后就是走起路来 胸挺 很挺的那一种 就是很像一个男人这样 然后每次看到他这样的时候 然后一转眼回到家的时候 他完完全全变了另外一个人 他就完全回到家 因为他是平常喜欢看小动物影片 然后就会 只要小动物出球 他就会和和笑那种 他看那个水赖 的影片 那水赖影片 他们都会发出一种声音 叫做 然后结果我先生在旁边 他也会看完之后 动物发完声音 然后他就转过头来 这种的我就会觉得 你怎么跟平常不太一样 然后或者是 在家里面他也会跟我一样 就是比如说我会 有时候会用个猫叫声 然后他就 我想说 对 所以我就说这个是一定要有 现实的状况 然后去看到你才会觉得 那个反差很大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 这几年很多的一些 常常会笑的事情 都是因为我身边 我这位先生的反差很大 哦 我的糗事啊 可能就是常常 把老板叫成导演吧 我常常说 那个导演可以给我一份什么 不是导演 是老板 因为在片场叫太多次 就太常叫导演了 所以常常 每一次常常 好多次哦 都把老板都叫导演 就面摊老板的 对啊 面摊的 然后去露营的时候 那个帮我们搭帐篷的 那个老板 我就想说 哎导演你觉得 哎不是不是不是导演 我说 哎老板你觉得 这个东西要怎么扎吗 什么 所以 这个是我最近常发生 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哎 如果哪一天 你看到我 对着老板叫导演 不要惊讶 也不要害怕 你就让我这样 自然的讲下去好了 好 希望 知道这个笑话 可不可以引发你们 笑笑的入睡 那希望 可以让你们 今天 有一个好梦 晚安